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你们参加我这一次的讲座 说的国语不好,请不要见怪 因为我是广东人,说普通话就是很普通的 如果不明白,在后面可以再问我,没问题的 那么呢,这一次就是分享我过去排货的技巧 然后就是这一次呢,就是要分享的就是用暗调或者是低调 通常呢,我们暗调和低调呢,就是说暗或者是黑色的背景 就是这样子 这一次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低调,我刚才说过 最主要就是,什么是为之叫低调呢,或者暗调呢 我们通常就是说呢,背景是暗黑的,或者灰,很深灰色的 这样就显示到的主体呢,就会突出一些 那么当然,我们怎样才是为之去拍得好呢 那么呢,就要,第一,就不是说一定要拿黑指卡 或者去拍,才拍到暗调出来的 其实我们的光线呢,通常呢,我们是不会用正光的 意思就是说呢,什么叫正光呢 意思就是说呢,从你背后的光射到你的主体呢,就为之正光 我们是极少,极少,极少,用正光和拍发的 然后,我们这些车就是拍那个暗调和低调呢 通常说,暗调和低调一定用是黑卡,在后面去拍 也不是的,就是,通常我就是用那个,那个 side light 就是那个,从那个旁边的光线,从旁边,左边,或者是右边 或者是,或者是从那个,或者那个后面去拍的拍活 所以呢,我就是,就是,拍得出来呢,效果呢 就有一点点那个低调的感觉了 就是,反正就是,我就是不是用,我那个正光拍花 什么叫正光拍花呢? 就是说,如果,如果光线呢,是从我们,是从我后面过来的 然后,射到那个花的前面,所以呢,就正光 所以,我们就是,正光,所以呢,我们就是,我自己呢,就是不大喜欢 因为拍出来呢,那个效果真是不接也不好 那么,那个主题呢,也是太硬了,所以呢,我就是,不拍这样子的那个光线了 那么,我就是和大家分享 那,那我先去到学会的画 那,那我先告诉你,底演金 首先,我会逐一共解释和大家分享 那么呢,下面呢,我就自地,马上就上bre 我过去拍的那个暗调或者低调的那个花给大家看一下 可能我就会跟大家分享 还有就是 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拍 首先是讲一下这张怎么拍的 这张相其实是在植物园拍的 拍的时候是刚刚落完雨 就是阴天 就刚刚有少少太阳 在我的右手边的那个顶纲 我拍的时候就是有上拍下去的 不是打横拍的 这个是有上拍 对着地下这样拍下来的 刚刚那个云就过了 就刚刚有少少光线射下来的 所以你会见到 这张相在右手边那里 光线是那里来的 是不是 是右顶光 所以你会见到 有光 还有眼位 第一朵花 最前那朵花是光了的 第二朵花就是有少少射到光线 所以 这一次我是没有用黑卡的 是自然光 那么这一张呢 我就是在那个 刚刚卸完雨 阴天 然后刚刚那个 天上面呢 在我右手边的那个天上面就是 那个天那个阳光光光 有一点点就 试到我那个花里面 那个花呢 我是怎么去拍呢 就是由上而卸拍 不是横拍的哈 由上而卸拍 所以你见到呢就是 右手边的时候呢 上面那朵花是有光线 然后下面那朵花呢 就一点点光线 然后又很暗的 所以呢 出来的效果就是 低调 就这样子拍 好了 那么这张是怎么拍的呢 这张的光线 大家都看到了 光线是由我左手边 在背后的左手边 来的 就不是在我的背后 就在我左手边 射下去的 这个是早上的太阳 刚刚出了来的 那这个呢就是 西藏的什么花 我忘记了了 叫做 啊 我忘记了 是叫西藏那个 西藏红花好似 不好意思 就 它在左手边上来的 那些光线 那是一刹那的 我就 用大光圈去拍的 那么大家看到 因为它是由我左手边去的 那么 左手边 横射的光线 所以我拍出来后边那里是硬的 OK 因为刚刚有间屋 就是硬的 所以呢 出来的后果就是硬的 我刚才说过就是我 拍的时候呢就是 顶光 或者是那个左 左手边 右手边 或者是后光 我就是 不用那个正光去拍 这一张呢就是 由我 左手面的那个光线 刚刚太阳起来的时候 一点点光线 然后 射到那个 那个火星的里面 然后后面呢怎么会黑呢 就是因为后面是 那个房子 在后面有那个 阴阳的就是没有那个 太阳照不到的那些 所以拍出来的效果呢就是 有 这一种的效果 这一张呢就是 屈甘香来的 那就是 又是刚刚落完雨 这些水珠不是真的上去的 不是射上去的 是刚刚落完雨 那天开的时候呢就 刚刚 那些太阳呢就射到 因为屈甘香呢就是在树下的 那太阳呢就由上边那里射到那些树 然后有少少透光 那么上下呢就落到屈甘香那里 你看到呢 是屈甘香是其中的 那一块呢是有光的 其他都是黑色的 就是因为黑色其他那些呢 都是阴天 是被一些树叶 遮住的光线去不了的 那我拍出来的时候呢 所以呢 你会见到有些立体感就是说呢 黑色背光 低调 还有呢 有些水珠刚刚射到的呢是猪梯的 这个呢就是 顶光 但是呢 就有树 遮了少少 其中有少少的光是落到屈甘香的 花瓣那里 那就是 那个突厘啦 我就是拍的时候呢 也是摄大雨 那个水珠呢不是自己弄上去的 是摄完以后 才有的 然后就是那个太阳刚刚出来 就是从那个顶光就是那个 树 因为这个花呢就是 突厘呢就是在那个 树下 然后那个光线呢 就由树顶上面卸下来的时候呢 那个树要有的时候呢 就挡了那个那光线 没挡到就是有一点点 就是刚好就是放在那个 花瓣 上面 所以就拍出来 大家 有没有来 知不知道我这一张 怎样拍的 给 5秒时间 你们想一下 这一张呢 我去怎么样去拍的 出来的效果是暗掉 大家就不知道我怎么样去拍的 这个呢 是屈甘香在家里拍的 那就 剪了出来 在那边 后边呢 就是全部 光线的 我都没有的 是全部删了光 是好雪光线 刚刚 看到朵花的形状 而已 我拍的 是怎样拍呢 我就是开了 B门 有得开了 B门 我就不理它 拍的时候呢 我就拿 电筒 手电筒呢 就每一朵花 在我花心上面 射一射 每 这里有三朵花 那三朵花呢 都大约 我射了第五秒 因为 你要 看看 你自己的 电筒 用光线还是硬 我这里也挺硬的 所以我用了五秒 或者到六秒 差不多 每一朵花 每朵花呢 都是这样照一照 还有花的那个 罐呢 亦都是这样 被 灯光这样照一照的 这样呢 就后边那里 好像蝴蝶 那样 其实是 红色的电筒 就是 说是这样 弄一弄 好像 当是蝴蝶 这样弄一弄的 这个呢是长时间曝光的 但是我用电筒 是很小光 每一朵花照一照 这样去拍的 这个是完全是没有用 灯光 就是我们那些大灯 只是用手电筒 不是用flashlight出来的 这个是长时间曝光 这一站呢 我去怎么样去拍的呢 其实 就是在 街里面 把那个灯光闯都关掉 就是里面呢 就是 只可以看到 一点点那个那个 那个花的形状 其他都没有光了 那么我拍的时候呢 就是用了那个 B门 开那个 B打开 然后用那个手电筒呢 每一朵花 就是 就是那个light painting 这样子 就是 摇晃的这样子 那个 每一朵花 大概5秒6秒吧 我都忘了 然后就呢 后面那个好像蝴蝶 那个呢 也是用那个红色那个 那个 手电筒呢 去去 好像那个 画那个蝴蝶上去 这样子的 其实出来的效果也蛮好 就是 这个呢也是 这个呢就是 我是用那个B门拍 啊就是 刚刚 拍了以后呢 就是 我拍了几次啊 第一次可能过报的时候呢 我就是 啊 就是把那个 拆了那个 那个时间呢 就赶 啊 讲了一点点 就是 从那个 啊 讲了好像 读完好像 开始的时候呢 好像用 啊 8秒 那个那个 要看看你那个 手电筒呢 要多亮才可以啊 你自己要 试一下 试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 太亮的时候呢 就是 要 那个时间要赶掉 如果 按的时候呢 你就 就 把那时 时间拉长一点点 这样子拍 就可以了 好 那B门拍完以后 我开了好像那个 30秒吧 好像30秒 不许 看下那个 找那个照片 呃 我本来就是有一张照片了 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 就是 我在有月光的时候呢 去拍的哈 等下如果找到的话 再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呃 我就在我自己的那个 花园里面 就在后面 然后就是大概 7点 7点 半左右吧 呃 在8点 刚刚黑 黑的时候 就是那个 花呢 刚刚开 然后就是 用那个就是那个月亮的光线 啊 长时间曝光 出来的效果也还蛮不错 本来呢 就是白色的 但是因为那个月亮的时候 那光线 出来说呢 那个花呢 就 变成了那个有一点蓝掉的感觉 啊 非常好看的 但是现在 啊 找不到 对不起啊 啊 啊 等会如果照到时候呢 再给 大家 看一下 那么呢 我们现在就 啊 再说我今天 所拍的 用什么方法去拍 啊 以下的那个 三张照片 啊 就大致是分享一下 啊 不好意思 刚才因为我打算找 啊 张照片给大家看的 但是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 啊 我这张照片呢 就是 是个花来的 啊 那么花就是 在后院自己的花园拍的 那么就刚刚呢 就是 天黑了 太阳落了山的 已经半个钟了 还有一点点光 月亮呢 就刚刚出了来 我借用了个月亮的光线 是长时间曝光出了来的 是没有风 是没有风的 那出来的后果呢 就 那些花是白色的 但是出了来后果呢 那些花呢 就有点点蓝色 都挺好看 如果我等着找到呢 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现在呢 就是我想 分享的就是我今天 所拍的那三张照片 那我是用什么方法去拍的呢 那我就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三幅呢 完全都是用个自然光拍的 是用自然光的 就没有用 不是 不好意思 是 啊 最后一张呢 那张玫瑰呢 我是用了 灯光补助的 就是 我是 第一张第二张 我是用过窗边的灯光 窗边的那些光线 是自然光的 最后一张呢 我是用了 那张玫瑰呢 我是用了 灯灯去拍的 亦都是一样的效果 一样的原理 那我就是 现在呢 现在呢 我就给你看一看 我是怎么样呢 去搞的 这三张呢 也是用那个 Sightlight 就是那个旁边的那个光线过来的 头一张 第一张第二张呢 就是 完全是用那个 自然光 就是在那个 窗边的那个 那个光线 拍的 第三张那个 玫瑰呢 玫瑰呢 就是玫瑰呢 就是用 我就是用那个灯光去拍的 我给你们看一看 我怎么样去拍 我第一张和第二张呢 就是用这个方法的 首先是用了窗 在外面的光线 借着光线呢 我是用了一张 一块白布 或者是米色的 透明的布呢 就 开了窗 就是 遮一遮光线 出来的后果呢 那些光线就会柔和一点的 所以我用了一块白布呢 是这样去 当了那些光线 那么就 之后呢我就拿了 三张 那些黑字卡 就是呢 底下边一张 OK 那个 側边那里一张 还有呢 背后背 背景呢 也有一些一张的 我用了三张的 意思就是说 第一张 背景一张 还有呢 一张在左手边 是 左手边那张呢 是你要自己呢 就 看一些光线 照到去哪里 你推 它入些或者出些 就是拿一些光线 遮一遮花呢 出来的后果呢 先是会有 冰光的 那么就有 所以呢 你会看到 有些呢 就是暗的 有些就是光的 那么 出来的后果呢 是会有少少的立体感 给大家看的 啊 啊 上面 第一 第二张呢 就是我 就是用那个窗边的那个 那个光线 然后 放了一个那个 白布 就是那个 白布出来 把那个 太前的光线挡了一下 然后出来的光线呢 就是摇合一点点 所以呢 就拍活的 比较好一点点 啊 然后我就是用了三张 那个黑卡 啊 大的黑卡 那个 20x30 那个 那个黑卡 就是 啊 啊 第一张 背景一张 然后呢 就是那个 旁边那个 啊 左手边呢 啊 左手边呢 也有一张 就是用来 当 啊 挡了那个 一点点那个光线 你可以 退出去 或者是拉进来 就是当 看看你要怎么 效果了 你要看看那个花 等到光线怎么样走 那么呢 啊 第二张的那个 太阳花呢 就是因为那个 啊 中间的那个是黑 太太太暗了 所以呢 我就是 把曝光的时候呢 我就把那个手电筒 一点点就是放在 那个花心的里面 就是那个太阳花 那个花心 就给他亮一点点 啊 其他都没有 就是那个 刚刚好就是把那个手电筒 放在那个 啊 那光线 到了那个 啊 花心里面 啊 所以呢 那个太阳的花心 比较亮一点点 啊 第二张 除了现场光之后呢 我是 加了少少电筒的 因为 太阳光 你在侧光位的时候呢 你的花心呢 太阳花心会黑色的 比较暗一点 那么我就是想它突出一点点 所以呢 我就是用了手电筒呢 就是照一照 曝光的时候呢 我用手电筒照一照 的花心 这样曝光的 那么出来的后果呢 就是有点立体感 还有呢 主体那里的花心 就明显点 啊 就是这样 注意第3章 我怎样拍的玫瑰呢 我是用了 亦都是用了 傻拉 就是旁边的 光线的原理 是用窗边的原理 只不过我今次呢 就是用了 灯光 那些灯光很便宜的 不需要用 不是flashlight 因为你可以买 家里的那些 那些照射的那些光呢 那些灯泡 那些光就可以了 没问题的 只不过呢 你要是 放在左手边那里 我今次呢 就是用了 studio light 但是我studio light 是 是什么的 是个 就是用个 我当光的 没有行光 我用当光的 那么大家都看见了哈 就是那个 那个黑卡 就是做做那个背景 然后在下面呢 就是用了那个 黑卡呢 就是把那个 按掉出来的哈 就是还有旁边的那个是用了那个 也是用那个黑卡 挡了那个光线 但是这一家呢 就是我是从用那个studio light 但是也不是用闪光灯 就是用了那个灯光而已哈 就是model light 就是 派的时候呢 就是 你随便拿 就是 反正就在 左手边 过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下安排 一下把那个光线怎么样走 你自己要看一下 反正就是从左手边去 然后呢 左手边那个那个卡呢 就是把那个光线 要挡 一点点 或者挡多一点点 你要看 自己要用眼睛看 如果你会看得到的 你 小心看的时候呢 你的光线呢 很明显就是在那个花那个边呢 就亮一点点 然后其他的位置 位置呢 就是 比较 暗一点点 所以你拍的时候呢 啊 出来的 效果呢 会有一点 光 光比较亮的 有些地方比较暗的 效果是这样子 我有的时候呢 我在那个顶子那里呢 我都会加了一块黑色的板 在那个顶子那里 除了那三块之外呢 我在那个顶子上面呢 加了一块呢 是接一点点光的 所以呢 我要那个部位暗一点 我就接那个部份的了 就是 将那块板 再上去那三块板那里呢 就放在那里就可以了 那么呢 我有时候呢就是 会在上面呢 在 这一块那个 纸卡上去 就把那个上面呢 由上面来的光线呢 挡着 都可以的 反正就是 你要看 小心看 那个光线呢 那个火边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会 有光的时候 那个有光的地方呢 比较亮一点点 没光线的时候呢 那个地方呢 就在暗一点点 所以你出来个效果呢 你是很 你会看得到的了 反正就是 自己拍照的时候呢 就是 弄一些 弄 反正就是把那个 卡呢 拉前拉后 然后上面 就是拉也是拉前拉后 就是看看那个光线怎么样去做 除了这样之外呢 你的室内呢 如果呢 是用个现场光 或者用个 灯泡去拍的呢 你都会是 如果你用Auto OK 如果你用Auto 的 YBALANCE 你出来呢 通常会黄很多的 那我的YBALANCE 是今次呢 因为光线的问题 我用了 三千七 我没有用到 自动的光线 我用了 三千七 或者你家 看光线怎么样 有时三千八 有时四千 那你要 拍一两张 看看光线 是不是太黄 还是 太蓝 自己调整 我用三千七个K 上面那个 存的那个照片 三张照片 都是用了那个 我没有用那个 Auto 就是用了那个K 就是自己是 用了三千七百 如果你接的时候那个 没那么多黄色的 那个灯光呢 看看你用什么灯光 通常我都是用 三千七百K 到四千K 左右 在里面拍照 所以 所以呢 那里 要调整一些 那里面拍的时候呢 我是 用 Auto 拍的 就是Aperture priority 我用光线 先缺去拍的 我这个光线先缺 我有时是用 看看你近还是远 如果你远一点 你用8 如果你近一点 我用16 去拍的 这样呢 景深会深一点 但是呢 我拍的时候呢 虽然我用光线先缺 但是我自己呢 减了 这个是有时三档 有时两点七档 是减了很多的 因为你 如果你用相机的 测光出来呢 你是没有这个效果的 你会觉得呢 他会很白 还有你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这种立体的感觉 所以呢 你拍照的时候呢 你减了两级 到三级 或者三级半的光线 你要试一试 如果你拍了两级出来 你觉得是光级的 OK 那你再减三级 或者减三点五级 都没问题的 我最多 今次我是减到三点三级的 即compensate OK compensate 我是减三点三 有些是减两点五级 所以呢 你就不要 照板照页这个相机 讲什么 你用那里拍 就是不行的 出来的效果呢 是不会有这个效果的 那么呢 我拍这个的话呢 是 用那个曝光的时候呢 要小心哈 我这里呢 是有的时候呢 是 减 三点三 暗 或者是三点 三点五当 有的时候呢 是减 是两当 所以呢 就是 你要拍的时候呢 就是 我自己就这样子拍哈 我是通常是用那个 Aputure priority 就是用那个 光线的那个 选举 好 像 我用光 光线呢 那去拍就是 5.6 不是 用8 有时候是用 有时候是用16 看看你那个离那个 花多远 近的时候呢 就是有用那个光线呢 要小一点 远一点点的时候呢 我会用那个光线 用8或者用11 这样子拍哈 但是呢 你一定要减 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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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当 到 三点 三点五当吧 就是 要看一下 就是 比如我说就是 有了它 就是反正就是那个 Aputure priority 哈 就是 Compass 就是 减 两点 两当 到三点 五当 左右 这个后期呢 我再说说我自己呢 后期就不好的 所以呢 我就 尽量呢 我都不会搞得那么多的 我只是后期呢 这里呢 就是 我们开了的wall file 哈 就是来跳的 那至于我跳哪里呢 我要跳shadow 我shadow呢 就会减低点 哈 还有呢 那个黑色那里呢 我再按少少 然后呢 在那个highlight那里呢 我就拉高少少 哈 还有 Compass拉高少少 还有呢 就是 现在的Photoshop新的 过程那些呢 就是会有一个叫做 Texture的 哈 Texture Texture呢 我都会拉高少少 给它 好似 实少少的感觉 哈 还有那个 啊 Dehase呢 我都会减低那么多的哈 就不会这么多 因为这么多 还有呢 用Clarity 用Dehase 这样去搞呢 你出来的眉粒会很大的哈 所以我尽量呢 都是眉调的 加少少已经搞了 哈 那么呢 后期呢 我之前呢 就是很熟 就是啊 也不是 后期也不是很好啦 哈 但是我自己 啊 最最基本呢 我就是用了 啊 这个 那个 从那个wall file里面 哈 调那个 这个 contrast 哈 我要调一点点 哈 就是看就是它就拉高一点 拉高一点点 highlight也是拉高一点点 哈 然后呢 就是那个 那个shadow 哈 也是拉低一点点 红跟那个黑色也是拉低一点点 所以呢 就是 安 按的时候呢 再按 亮的时候呢 再亮 哈 所以呢 你对比的时候呢 就是要亮 要按 哈 就这样子 啊 然后有那个 dehase 跟那个clarity 我都有时候都用 但是我 不是 接了很多 就是一点点就够了 你那个clarity 跟那个dehase呢 你用太多的时候呢 他那个 noise呢 就是 呃 那个 那个 抄 呃 什么要说呢 抄点呢 就是比较多 哈 就是很 很明显的 所以呢 你尽量不要用 啊 反正我通常就是用那个contrast 跟highlight 就拉高一点点 然后那个 黑色跟那个那个shadow呢 就是拉暗一点点 所以呢 出来的那个低调的 啊 就是 呃 会有这个效果 那么好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就是可以提问 我 会尽量告诉大家 大家怎么样去拍 哈 啊 我本来呢 这一车呢 是 啊 啊 录像比较好 但是呢 录像的时间呢 比较长的时候呢 就是啊 啊 没办法 或者可能 试一次吧 试一次看看有没有办法 就是录像比较好一点 啊 本来这次呢 就 啊 录影的 但是没办法了 因为太长 录影的 太长的时候呢 就也都是趕时间 不好意思 那么就啊 这次的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欢迎问一问 啊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说给大家听的 啊 但是 我拍出来呢 就是这个后果了 我这次呢 就是讲过低调 啊 啊 之前呢 我也是讲那些 孤独精怪的那些呢 啊 影眉区的那些 那下一次呢 或者 我来想一想 或者高调 或者其他方法 因为 现在呢 就是 还是冬 还没有花 所以呢 大家 可以 在家里呢 拍一拍 有时呢 有人送一张花给你 这样 你不就 让了它 就算了 啊 反正都好了 啊 借走敬佛 可以这样拍一拍的 啊 不错的 啊 啊 我这次呢 就是啊 讲那个低调呢 啊 上一次 我就是说了那个 啊 其他的方法 可能呢 啊 下一次 我要讲呢 就是那个高调 或者是其他的方法 啊 会尽量做好一点 啊 给大家看的啦 啊 啊 反正 我也蛮喜欢分享 如果你 啊 不明白 欢迎你问我 啊 那么好了 好 如果你们有问题 欢迎你们 提问